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都比较喜欢写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歌 因为他在云林同乡会当的是理事长 很多事情都是要请他去和解的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会去 什么和解 就是很多事情 调解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不好意思用讲的 他都请我们把曲子写出来 然后他自己的词 然后把它弄成歌 然后传给需要纠纷的人 很好啊 就是有的时候人 应该讲说他有所感 然后想要透过词曲 把它完成这样一个情绪 然后把它做出一个作品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一些自制片语 会改变我们的心情 会 像你看到在疫情当下 大家是不是都会很紧张 很浮躁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很稳定的影片 那就是一首歌 然后词意里面带到说 其实你看待人生的态度 可以转个方向 那整个完全不一样 算功德一件 等一下 那你们是先写好曲 他来普辞 他先给我们词 每次都是先给我们词 那对于这样子的 一般的我们讲 比较不是在专业写歌的这些人 你看到他们的 什么样的亮点 有没有 你说写歌的老师 专门在写歌的老师 他是理事长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一般不是这个行业的 其实他也不算不是这个行业 他以前是开唱片公司 他唱片公司的老板 他的唱片公司有余地 还有什么就是比较早期的歌曲 大概二十几年前的唱片公司 你是唱片的生态 他应该也了解了 启示录唱片 启示录唱片 他是老板 所以对他来讲 音乐一直是他的朋友 而且听说他最近 他的弟弟也要在高雄 也要成立一个新的唱片公司 但还没有对外发行 那我就觉得他其实就是老师了 好我们这个资深的老师呢 配上两位更资深 他跟我们合作大概有十二首了 十二首歌 很不错 而且我觉得在整个社团里面 如果发展一个正向的面向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人跟人就是这样 我写的你写的我嘛 就是人心的舞伴 对吧 舞伴很重要 你进一步我就要退一步 对对 不然会踩到 对 对不对 好这首歌的节奏是 Tango Slow Tango Slow Tango 我们琴歌里面很多是Slow Tango 我们先来听听黄明志老师 示范 人心的舞伴 听说了 我们继续来看看 这首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是Slow Tango 是Slow Tango 一茶葉若欣賞菜 從頭到尾沒拖沙 人生海海 夾到尾聲 讓最尊重路好走 好走三千 求平安 甘心甘願 我生哪算 變哪算 恨笑高冷 人生海海 夾到尾聲 讓最尊重路好走 好走三千 求平安 甘心甘願名 我生哪算 天哪算 感笑高冷 人生海海 夾到尾聲 讓最尊重路好走 人生海海 夾到尾聲 讓最尊重路好走 人生海海 夾到尾聲 讓最尊重路好走 就是探語的節奏 其實這首歌為什麼會用探語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詞曲創作的時候 可能要先去消化一下這個歌詞的內容 還有它的重點 重點 來 讓我考考老師 看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為什麼會用探語這種東西來做一個出發點 你說啊 我就是要問你 好啦 你看喔 一朵母 有啦 如果要蒸菜啊 有有勾手到尾聲 乖乖乖乖 是不是已經考慮到那個跳舞的那個畫面存在了 有沒有 一首歌 一朵母 那是不是什麼樣的節奏 最能夠顯現出這種文字的感受 探語 對嘛 就你念一朵母跟一首歌的時候 就有探語的那個節奏出來了 那個情緒就會有那個合二為一 一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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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可能就用這個探語來把它包裝 這也就是說也讓詞曲作者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用這個節奏 不是你想要這樣做就這樣做 這也沒有錯啦 但是多去消化一下 這個文字裡面可能已經有具備了哪些素材 那如果你今天很想要做探語 那吳勝豪老師說我不要呢 不會啦 我們會討論啦 沒有說要不要的問題 因為有所本啦 除非說真的是不合 那就切掉上來 像李宜君那首那個男人的一般是女人 我們剛開始是安嘎給他退稿 然後後來又給他授退稿 然後後來好像又改成華爾茲也退稿 他最後我們用SERAC給他 他就是要這個詞 他就是要我們寫好 我們後來用SERAC他就要 一寫四個版本 四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就是ENGARD 不要 不要 就直接不要 但是要遲 哇那你們很挑戰的 挑戰 做這樣的工作 多寫多進步 哇 正面思考真的蠻好的 你都不會說不會賤 不愛不愛 那我問你喔 像那天孫華老師跟我講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說 老師你聽聽看 我幫你彈的那個Demo裡面 有一個節奏SERAC的不錯 你把那個節奏再拿去寫另外一首歌 對啊 他自己彈得很開心 他覺得 因為那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做音樂有些快樂是來自於 對 這個要花很多時間 就是你要配合到你自己喜歡的那個節奏 要花很多時間 就一個一個彈一個一個彈 去感覺 去聽 一直走 那彈完了之後聽一下 聽了之後再換另外一個 就是要花很多的時間去伴奏 所以這個行業是要有興趣的 要有興趣 要有興趣 要有耐心 你最多坐在那桌子上 一兩點鐘都在摸這塊 心如果沒聽會很無聊 是 最重要是說 我們要保持一個平衡的心態 被退稿就退稿 沒關係 要不然的話你也過不了這一關 對 像以前的黃明洲這麼大牌 那時候寫那麼多大牌歌手的時候 我沒有大牌啦 他幹嘛就過不了那一關 不愛 不愛 你是怎樣 找別人罵 不會啦 我不會這樣想啦 不會 你會把門關起來啊 不會 不接電話 不會 說真的 很難挑撥 我本身就是很開 很開 或是對這個創作來講 我很能夠接受別人對我的批評 我覺得最好的 因為是黃明洲老師 他不是真正在科班裡面鑽研的 所以他心很寬 他看別人的東西 欣賞別人聽很多的東西 好 說了你這麼多的優點 我們剛剛也聽你唱完嘛 對不對 那這一首歌誰唱 陳立芳的那個 另外一位理事長 下一屆理事長 連敏旭 連敏旭 好 都是理事長 所以我們傳遞這個 正面的訊息 對 好 好 來 送給大家喔